3 拍了幾天 是不是 是 都是動作東西還是怎樣 反而聞氣多 暫時 我會有一天動作氣 就是說盲俠在一艘船上被人抓走了 挾持著我自己靜靜地 沒有跟任何人說的情況下 私底下去救他 我要在另一艘船上跳去 然後在另一艘船上跳船 船跳船 那麼緊要 我不知道 它好像是這樣寫的 可能我幻想能力太大 可能劇本不是這樣寫的 你呢? 你呢? 我昨天可以早放一點 之後就自己走一個圈 在大學裡面 所以我也想看看究竟是什麼 就是看著這地方 帶女朋友來拍拖 不是 我想是幾次退休的時候可以進去 退休 你也喜歡這麼安靜的生活嗎? 其實是 是嗎? 就是看你的 哈哈哈哈 我很文靜 很文靜 平時在家裡會看書 繼續 對 入書 入書 不是 其實我真的看過那本書 是何正宇寫的 走路的人 嗯 然後就是因為那本書 所以我才有一個 有一個想法 就是試一下不如走一個圈 走一下這個大澳 真的因為那本書 是何正宇寫的 我是走一下路 就是你感受的東西不同 走完之後 我覺得文化修養高了 在大澳之後 以後呢 為什麼你在環保大澳 看到我正在走呢 知道什麼事 哈哈哈哈 師傅有沒有真的走一下 你有沒有跑步啊 我是對大澳反而有種熟悉感 剛剛 就是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拍YAMA GIRL的時候 哦 你YAMA GIRL 都走過很多山頭 對 反而有種熟悉感在這裡 我去過這裡 好像地頭重 我懂啊 我懂路啊 有一點點感覺 還有其實反而是回憶回 YAMA GIRL的 那種青春 那種青春 是啊 那時候跟陳家寶 阿里亞 很開心的 是的 很多回憶回來 我很喜歡大自然的地方 一來到 就成功很開心 紮紮跳 到處跑來跑去 我一接觸到大自然 就很活潑 生理時鐘 開始慢慢調整 我都說 我們現在是拍劇尾聲 剛好尾聲就是拍大澳的外景 每一天都是用盡的日光 每一天都可能零五就起床 然後11點鐘就睡覺 就好像慢慢在劇完之前 幫我們的身體調理好生理時鐘 一完劇就可以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就是那個pattern 正常的回憶 從心人生 這樣吧 很棒的安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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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